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衛生局今日召開疫情記者會公布洋左的莊可三母子 其中涉及3歲的媽媽和珠海陽性病例 在珠海地下商場順達快遞區有共同軌跡 而早前66歲婆婆的輸入個案 以及珠海早前的陽性個案 患者同時在拱北口岸地下商場快遞區出現 因此判斷感染地點是在快遞區 真相大白 衛生局長劉龍說收到珠海方面的通知 上週二至25日的珠海地下商場陽性個案 涉及有人沒有戴好口罩 強調戴好口罩是有效防疫措施之一 而在路透美斯美高梅娛樂場做莊可的43歲女患者 都發現莊可上班都沒有數碼做行程記錄 情況非常不理想 因為娛樂場和大型公司每日進出的人力非常多 如果有做行程記錄 當局可以盡快識別鎖人的風險 現在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核實 進場的人的時間和地點 令整個防控工作出現滯後 局方調查又發現酒店和娛樂場工作人員 有共同的休息室更衣空間和餐廳 若相關工作人員活動軌跡和感染者相同感染風險較高 所以實施嚴格管控措施 博監局後也加派人員加強巡查娛樂場 督促他們做好行程紀錄 至於莊可阿姨的兩個兒子 在青州中學初二級學生分別是合班月班 都已將整班學生和曾經為他們授課老師進行管控 兩名學生亦有參加田徑訓練班 已將相關學員和老師作為核心物接觸者 估計有90人 青州中學就決定停課7天 所有私生需要7天5檢 涉及1,000人 大家都關注會否全澳都停課 衛生局長羅勒龍說 政府公佈一系列措施去評估3個個案目前的風險 會根據結果決定後續措施 包括是否需要停課等等 強調本澳動態清零重要原則是 當出現個案時會用最迅速時間 用最合適的手段控制疫情 包括做好疫情防控、社會運作、居民生活和經濟活動 盡最大努力使疫情盡快得到控制 賦予市民放心 至於會否開展全民核酸 很多朋友說要 有些說不用 局長說 本澳會否採取全城證止或全民核檢等更強烈的防控手段 都要視乎現階段所採取的措施結果再作評估 如果沒有需要 是不會太早採取過度措施 以免影響居民生活和國行的活動 內地最快10月底 11月初恢復四省一市 赴澳旅行團和電子簽署 禁制疫情會否影響內地團客來澳門 旅遊局代表暫時未收到赴澳旅行團取消通知 而衛生局長樂龍就說 現階段仍然是樂觀的 希望吧 好,這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接圖堯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拜拜